难得瑞芳地区连两天天气放晴 不少民众也趁机出来散步走走 瑞芳基隆河左岸河堤步道 无疑是见走最佳的选择 不过一直以来似乎都有照明问题传出 民众也纷纷抱怨 部分路段真的太暗 根本很难行走 好像那个距离比较远 一展和一展的之间 距离那个之间的比较昏暗 那么我们这一条步道 可以说在这边区 非常的平坦的步道 乡亲来践行非常的多 那么晚上像夏天 人群非常的多来践行 大家都乡亲的反应 希望能够这个照明方面能够加设 这条路跟那边园都很暗 很阴心的旅客都很暗 东河里长周树木就说 在左岸的这一侧河堤步道 从东河里为起点 一路经由捷御里延伸到上天里 将近四公里的步道 虽然有设有景观灯 但是因为沿线有一整排的绿树 多多少少也遮挡住影响照明 加上每展距离都较远 所以在讨论后也决定要增加照明设备 东河里东河公园至捷御里的部分 增加增设九盏的路灯 那另外在捷御里 我们的六二桥下里面增设四盏 那另外在捷御里靠近清洁队的那一段 我们也将增设九盏的路灯 那总共是二十二展 那也希望这个二十二展的增设之后 能够解决了整个基隆河 左岸照明不足的部分 那民众在善不休息的时候 也能够更加的安全 十一远离一起说 基隆河左岸步道照明不足的部分 经过与东河结于上天里长会刊 发现有山处叫岸需要新设灯具 预计还要在增设约二十多展的路灯 才能充足提供夜间照明 他也会全力协助争取经费 尽快施作 介成为瑞芳采访报道